都堆在旁邊了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裡清光 你的東西進來 藝術品才會好看 否則的話你再貴的東西進來 再好的東西進來都沒有用 所以衣櫃先清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你早上起來是先吃飯 還是先大便 先大便 因為空間出來你吃東西才會吸收 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 這一杯水裝的滿滿的 你想要倒一杯茶 倒了進去嗎 因為它滿了 你要把水喝掉了茶就會倒進去 是不是這樣同樣的道理 再幾個 你去旅遊啦你要上飛機了 飛機到了你是飛機上了 乘客先下還是你先上 乘客先下 這道理都很簡單 你要把健康弄好 一定先把東西把它排掉 損有餘 多餘的 那叫做多餘的 在身體上多餘的東西 就叫做讀素 不然那是好不好的東西 所以把它清除掉以後 所以比如說我們女生比較容易胖 就是你把多餘的損掉 其實慢慢的 不一定胖是不健康 但是胖的健康跟胖的不健康 一看就看得出來 是不是這樣 因為體質的問題 所以你不要去什麼減肥 那都不必要 就是看起來胖的很健康 也很健康 瘦的不健康還是瘦的不健康 就是看了我們什麼心態 所以 什麼東西就是什麼 要損有餘補不足 那 這裡面舉了很多例子 我們不講 那重點 你要常常清洗你身上的一些器官的東西 那清味腸健康展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我個人做過12次 做過12次 第一次做 零 第二次做 我排出來大概7.6公克 第三次做不得了 大概100多公克 因為以前我有偏頭痛的問題 感情從這裡開始繞 繞三千以後 所以從這裡到往這裡走 所以偏頭痛的問題以後 當我清味腸健康展 做完那一次第三次以後 我的偏頭痛從來沒有再發生過 那排出來的 有一點像那個 我們有沒有吃過脆果子 有 一顆一顆這麼大顆 一蘭 那個蘭子的三分之一蘭 我估量大概有100多公克 那我拿給我的太太 跟拿給我的女兒看 他們都發生同樣的一個聲音 就哇 就這樣而已 這麼多 這麼多 那一次以後 那身體完全改觀了 那很多細細小小的病痛都不見了 好 所以先上車後下車 這個自己要決定 好 所以我們現在人的飲食 其實是吃太飽了 吃得太豐盛了 肥肝厚脂 所以呢 健康越來越差 我最近看一本書叫做 救命飲食 英文叫做The China Study 有沒有看過 這本書 他是一個 特康貝爾 他們兩個父子 都是營養學博士 他到 在那個美國衛生國家研究院 去申請了一筆經費 到菲律賓 因為聽說菲律賓有五歲的小孩 得到肝癌 所以他的腦子裡面想 菲律賓窮還是富有 很窮對不對 所以他們一定是營養出了問題 他們飲食一定出了問題 因為他是營養學博士嘛 所以他到菲律賓以後呢 他一下子 因為菲律賓人喔 就買了 喜歡吃的是花生醬 對不對 還有玉米醬 所以他買了300瓶的 花生醬跟玉米醬 做什麼 一個一個回家化驗 發現 玉米醬跟花生醬 裡面所產生的黃麒毒素 高出美國FDA300倍 所以他就可以判定說 這個 黃麒毒素就是 就是什麼 造成菲律賓五歲小孩 得到肝癌的因素 這個報告應該是蠻漂亮的 結果呢 有一天他跟菲律賓的一個醫生 在吃飯聊天的時候呢 那個醫生說 我替五歲的小孩 肝癌的小孩開過道 這個 這個 他就很驚訝 就講 真的嗎 你可以告訴我 他是怎麼一回事 後來這個醫生告訴他 這個五歲的男孩 得肝癌的 大部分他們家都是非常富有 還跟他的研究報告 剛好完全被打破了 因為他以為是很窮的人 吃了這個黃麒毒素 所以才會得到肝癌 結果呢 他這個醫生告訴他這一句話以後呢 他幾年的研究報告要毀一旦 他說 為什麼 他追根究底的問一個為什麼 這個醫生告訴他 因為得到肝癌的五歲小朋友 在菲律賓是很多 他們都是家裡非常富有 因為他們很迷信西方飲食 所以台灣這個西方飲食的快速飲食 叫做 叫什麼 麥當勞 但是在菲律賓麥當勞不出名 菲律賓叫加利碧 一隻蜜蜂 有沒有人去過 加利碧 加利碧 他的聯手店比麥當勞多吃二十倍 所以這個有錢人的小孩 早餐、午餐、晚餐 全部往那裡走 所以呢 五歲的小孩就得到肝癌 這一計畫以後呢 這個Dr.Compel 要把他的實驗再調整一下 所以他又申請了一筆經費 開始做很多實驗 其中有一個實驗 就是把 找了十隻的老鼠 這十隻老鼠呢 分成A組跟B組 那A組裡面呢 分一二三四五 你在咳我一下 沒有開玩笑 分別是一二三四五 這是一二三四五 柱進去黃旗族數不同劑量 就是說一二三四五 隨著數字越大 柱進去的劑量就越多 好 在A組裡面 他就給他20%的動物性蛋白 B組裡面給他5%的動物性蛋白 三個月以後 A組的20%的動物性蛋白 老鼠 不管他住多少 黃旗族數 全部都得到肝癌 B組的部分 給5%動物性蛋白 不管他住進去多少 黃旗族數 全部都沒有得到肝癌 連那個肝癌的指數都沒有 哇 這個實驗 你會發現 謝謝謝謝 你會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原來黃旗族族數 不是直接命中肝癌的問題 那什麼是肝癌問題的催化者 就是動物性蛋白 所以很多朋友 他的父母親 到醫院去開刀以後 那醫生說 開完刀以後 身體很虛 你要多吃一點高蛋白的 牛肉 紅肉最好 對不對 好 那吃下去以後就 有沒有看過這種事 有沒有你做刀的人 這種現象 你去看看 注意看看 我的好朋友 好爸爸 就是這樣 本來出來好好 一個談笑生風 結果呢 吃了紅牛肉以後呢 三天就 再見了 好 所以從這個地方 就代表飲食 由此是高蛋白質的飲食 是我們很致命的東西 所以今天台灣的小朋友 會得到糖尿病高血壓吃幾歲 請問那什麼N字頭了 是不是很重要 不要以為那個地方很好 實際上有問題 所以 小孩子 尤其是晚餐吃太好或吃太飽 那造成的問題就很嚴重了 好 你看看 這個部分 這是一般我們的便當 很正常吧 非常正常 以前是50塊開始賣 現在可能80塊 對不對 在台北 那 協議問題在哪裡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因為 乳飲水行 因為我們吃太多症候的事情 好吃 好看 好香 好保存 好便宜的東西 你相信嗎 對不對 你好吃好看好香好便宜 但是細胞不需要這些 它完全不需要 那你為什麼給它這個 那是毒害它 對不對 那 這個就是我們每天在吃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這些都是我們往路上抓來的 這些都是叫你要多吃這方面的東西 因為剛才那些東西不怎麼好 對不對 那是大家會相信嗎 會做嗎 不知道 好 剛才問過了 先吃飯先上大跑 這個很正常的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吃的就是 更精緻的就是這個 有沒有去過餐廳吃這麼好 有 我昨天才去吃 那個佛光山的和尚來 來找我 要請他吃這麼好 素的 不是問的 我都覺得吃得很飽 不過 像我們跟那些和尚吃飯 都是我們要付錢 對不對 那不是例外是和尚付錢 呵呵呵 我沒有錢可以付他有錢 那尤其是晚餐 你看很多疾病的發生 來自晚上不良的飲食習慣 吃宵夜 對不對 八點以後吃東西 都有機會的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尤其是高蛋白質的飲食 更有機會 更有機會 你看喔 百分之九十的胖子 原理晚餐吃太好 或者是吃太多 因為你晚餐八點以後 身體的機構 他的機能就想要休息 那你在那些好的高蛋白 吃太多東西 他會吞肌內還是把你消化掉 吞肌 對 所以這個是小朋友 現在的入台北市的小朋友 胖子比例佔七成 超標的 又不運動 又家長接送到學校 對不對 送到學校接回家 因為怕人家怎麼樣 好可憐 以前我們上學 要走一個多小時到學校 都不怕人家接走 呵呵 現在還是少 所以多餘的自然會形成這種現象 好 所以你晚餐長期過飽 你會刺激胰島素大量分泌 結果造成胰臟的負擔 加速勞化 引發糖尿病 就是你把這個器官的腺體 用太過分的 結果呢 他就是造成糖尿病 四網膜 會剝離 心肌會梗塞 尿道會得到感染 性功能得到障礙 中風 腎衰竭 糖尿病 最後要節肢 有沒有 這個都是我們晚餐 八點五後 記得 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常常犯的毛病 所以我們三座三等公民 久座少運動 等吃飯 等睡覺 等大便 結果呢 就是便秘 長到菌相比較長 現在人 大概有六成五到八成不等 的人都有便秘 是不是這樣 所謂的便秘 就是你一天上一次射手 就是輕微的便秘 有的人上兩次 那還算正常 但是雖然你上兩次或三次 但是你大出來都是陽妹妹 或者是軟傘的 那也是你腸胃出的問題 所以目前這種現象 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是常常有人產生這種現象 所以基本上要改變你的長項 因為它是萬病之源的源頭 中醫講後天之本 你如果那個後天之本沒有顧好 身體一定會出異或異狀 再來就是寒症 寒症就是吹冷氣 什麼叫做寒症呢